与高屋连结的好处包括身心灵的全面提升 当我们学会与高屋连结时 我们可以更清晰的了解自己的目的和意义 并在人生的各个层面上做出更明智 充满智慧的决策 而最终的结果 往往出现四大好处 让你向灵性觉醒更进一大步 第一个好处 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 当我们探索生命的深层意义时 了解高我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高我不仅是我们灵魂的深层部分 也是我们内在智慧和直觉的源泉 连结高我 就像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自我认知的大门 在这里 我们不仅会发现自己的真正优点 也能清楚看见自己的弱点 这种深度的自我洞察力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达到的 当我们与高我连结时 我们开始理解自己真正的恐惧和渴望 这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发现 更是一种心灵的觉醒 通过这种连结 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生命的目的和使命 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的人生方向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这种清晰不仅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还能在面对困难时给我们力量和勇气 这种内在的力量和勇气 来自于对自己的深层理解和艰难 当我们接受并了解自己 我们的自信也会随之增长 自信是我们向人生下一阶段迈进的关键 当我们自信时 我们更有能力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机会 并且这种自信来源于对自己真实自我的深刻了解 这种了解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通过持续与高我连结 我们逐渐揭开自己内心世界的神秘面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自我接纳 还学会了自我成长 自我成长意味着不断超越自己的限制 发掘潜在的可能性 当我们了解自己的真正潜力时 我们开始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追求梦想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但当我们与高我连结时 我们拥有了更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智慧和直觉 我们的直觉是一个强大的指南针 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生命的旅程中 与高我的连结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 这种连结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做出明智的决策 无论是职业选择 人际关系还是个人成长 与高我的连结都能提供指引 当我们在困惑时 高我是我们的避风港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安慰 指导和启发 与高我连结的过程是一场心灵的冒险 在这场冒险中 我们学会了聆听自己的内心 并与自己的本质保持一致 通过这种一致性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和谐与平衡 这种和谐与平衡并非败在极语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深处 第二个好处 连结灵性本质 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存在着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存在 我们称之为高我 这个高我 是我们灵魂的本质 它拥有无限的智慧和爱 当我们与高我建立连结时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灵性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 我们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平静和喜悦 这种喜悦不是外在事物带来的 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满足感 通过与高我连结 我们开始感受到生命的丰盛和完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连结帮助我们保持心灵的平衡和和谐 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人际关系的挑战 高我都能给我们带来智慧和指引 当我们学会聆听高我的声音 我们的决策将更加明智和有洞察力 这种决策不仅基于理性分析 更是出于对生命深层次的理解 连结高我 也意味着连结我们自己的灵性本质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肉体存在 还是一个灵魂存在时 我们的视野开始扩大 这种扩大的视野 让我们看到生命更加广阔的可能性 我们开始理解每一个经历 无论好坏 都是灵魂成长的机会 透过这些经历 我们的灵魂被磨练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连结高我 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释放过去的创伤和恐惧 这种释放不仅让我们感到轻松 还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进化和更新 当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净 我们对生命的感受 也会变得更加深刻和敏锐 我们开始体验到生活中每一刻的美好和奇迹 这种美好和奇迹不仅存在于大自然中 也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通过连结高我 我们学会了感恩和珍惜 我们感恩每一次呼吸 感恩每一次阳光的照耀 这种感恩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当我们心灵丰富时 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彩 我们不再被小小的困扰和挫折所困扰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学会了用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这种心态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 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善良和富有同情心 我们开始关心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心灵上的 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他人传递爱和光明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灵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成长 当我们与高我连接 我们不仅在改变自己 也在改变世界 这种改变是充满爱和智慧的 它能带来更多的和谐和平静 第三个好处 提升智慧和指导 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不仅是关于自我发现 更是一场智慧和指导的升级之旅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透过与高我的连接 得以接触到更高维度的智慧 这种智慧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还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想象一下 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有一个无限智慧的来源 可供你随时引用 这不仅仅是寻求答案 更是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与高我连接 意味着你能够在决策时 拥有更清晰 更具洞察力的思维 这种连接让你的每一个选择 不仅基于表面的理解 而是远于深层次的认知和智慧 当我们从高我那里获得指导 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被精心编导的剧本 每一部都充满意义和睦的 这种经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疑难杂症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明智 想象一下 无论你面对的是职业选择 人际关系还是个人成长 你都有一个强大的内在导师随时指引 这不仅仅是关于做出正确的决定 更是关于了解这些决定背后的更深层次意义 透过与高我连接 我们得以在生命的旅程中 拥有更丰富的感受和经历 这种丰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的提升 当我们学会聆听内在的声音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和谐与平衡 这种和谐和平衡来自于对自我真实的理解 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探索 透过与高我的连接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 还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周围的世界 这种理解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体验到更多的喜悦和满足 每当我们从高我那里获得指导 我们就像是在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 指引我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这种明灯不仅照亮了我们的道路 还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我们与高我连接的深入 我们将发现自己不仅在外在世界取得成功 更在内在世界获得了真正的富足 这种富足不是物质上的 而是一种心灵的充实和满足 当我们从高我那里获得指导 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充满未知的可能性和惊喜 每一个从高我那里学到的教训 都是我们通往成长和进步之路上的珍贵资产 这些教训不仅帮助我们在当下做出更好的选择 更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我们继续与高我连接 我们将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和美好 这种充实和美好来自于我们对生命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欣赏 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或困难 我们都可以从高我那里获得力量和智慧 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挑战 这种力量和智慧是无价的 因为它们来自于我们内在最深处的真实自我 随着我们逐渐学会聆听和理解高我的指导 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充满意义和睦的 当我们从高我那里获得智慧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并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个人层面 更能够在社会和全人类的进步中发挥作用 通过与高我连接 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爱 喜悦和和谐 这种爱 喜悦和和谐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内在世界 还丰富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他人 不仅改善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将发现自己不仅在个人层面取得了成长 也在精神层面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中找到新的激情和睦的 第四个好处 缓解压力和焦虑 当我们开始与我们内在更高层次的自我建立连接时 我们开始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目的和意义 这种自我理解不仅仅是智慧上的 还包括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层面 在这种理解的指引下 我们的决策不再是盲目地或紧急于表面的判断 相反 这些决策变得充满智慧 深思熟虑 并且更加符合我们真正的自我 但这一切的核心 是缓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 在当今的快节奏社会中 压力似乎无处不在 常常让我们感到不安和焦躁 这种状态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 也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甚至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然而 通过与高我连接 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平静和安详的状态 这种平静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深度的内在平和 它源自于我们对自身的深刻理解和接受 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时 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 相反 我们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 看待事情用一种更宽容 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挑战 这不仅帮助我们处理当下的压力 还让我们学会了如何预防未来的压力 当我们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平静状态时 我们就更能够有效地处理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不再是压力的受害者 而是成为了自己内心平静的守护者 这种变化是深刻而持久的 它不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压力和挑战 也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当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待事情时 我们开始意识到 很多我们曾经认为重要的事情 其实并不足以让我们失去内心的平静 这种认识让我们更加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如我们的内在成长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也在无形中提升了周围人的生活质量 因为当我们处于一种平静和和谐的状态时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散发出正能量 这种能量是有感染力的 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家人 朋友 甚至是我们的工作同事 我们还在谈论一种集体的转化 一种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环境的转化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 因为它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 还关乎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从内而外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再被外在的压力所左右 而是学会了如何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寻找答案和指引 这不仅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旅程 也是一种灵魂的觉醒 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不仅缓解了压力和焦虑 还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瓶颈 这种瓶颈是一种力量 一种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 它让我们不再被生活的波折所动摇 而是成为了一个更坚强 更有智慧的人 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那些我们所爱的人 因为当我们成为一个更平静 更有智慧的人时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为他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赠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